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倒数第二篇文章 OK 好 那看这个编号已经到第九篇了 真是不容易啊 OK 好了 我们看一下题目是 Can young people teach their elders anything? 好 那它这边的话呢 很清楚的 要你呢 来讨论说 在第一段 是长辈教了我们什么 OK 以及为什么我们要尊敬他们 而第二段的话呢 则是要讨论年轻人 是否能够教导长辈一些事情 那说实在的 其实 如果从 你从它的英文的题目看起来 应该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了 因为它 如果问你说 Can young people teach their elders anything? 我这边是讲说 如果它没有底下的提示 因为我觉得这个提示有点问题 Anyway 如果呢 它只有给你这个题目的话呢 那我会给你建议的话就是说 你就怎么样 直接入 直接破题啊 你认为可以还是不可以这样子 OK 然后呢 选定一个立场 然后呢 再去做讨论 不过呢 因为它在这边呢 它直接 它就把你这样规定了 就说第一段一定要讨论 长辈交入我们什么 但是这样其实当然有个问题就是说 你要等到第二段才能够真的讨论到这个题目 不过呢 也没办法 因为它就这样规定 OK 不过呢 老师会建议你就说 为了要让你的第二段 为了让你的第二段呢 听起来比较有看头啊 就是说呢 可能有一些值得思索或争议的地方啊 你可以在第一段那边呢 讲到说 长辈交入我们些什么 但是当中呢 除了尊敬之外啊 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呢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没有学到的 或者是呢 有时候可能会有 比如说盲从啦 OK 好 或者是呢 一味的这个服从权威啊 或者是呢 这个 比较缺乏创意的地方 你可以在第一段稍微带道一下 如果 如果呢 你要 你在第二段里面 你是认为说年轻人能够 OK 能够呢 教导长辈一些事情 但是如果你在第二段里面 你要讲的是说 年轻人呢 其实真的是呢 所谓的乳秀未干的 其实是没有办法教长辈一些事情的话 那你在第一段的话呢 可能就要比较强调就是说 长辈真的是可以教我们很多事情啊 OK 他们有一些所谓的先见之明 是我们没有办法呢 在年轻的时候呢 去看到的 OK 所以也就是说 你可以在第一段先埋梗啊 先呢 做一点伏笔 那这样子的话 或者甚至于 你就直接把优缺点呢 先把它点出来 这样你到第二段的时候呢 你可以顺着你第一段讲的东西呢 稍微 呃 就是说呢 来做一些讨论啊 这样子的话 你一二段呢 的那个连结性会比较好的意思啦 OK 我们英文呢 常常讲说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呢 所谓的叫做foreshadowing 嗯 就是所谓的预留伏笔啊 OK 好 所以呢 在这边的话呢 或者是说 我们常讲说你们叫做埋那个梗啊 OK 那这个很重要 否则的话呢 其实我会觉得第一段就是第一段 第二段就是第二段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 一个不一样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 呃 关联啦 OK 所以这边的话是老师给你的一点建议啦 就是说你在写的时候可以这样子来做一个 呃 结构啊 OK 当然我们还是回到我刚刚开始讲的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只有看到这个题目 而没有底下的这个的话 好 那我会建议你呢 直接呢 直接就讨论说年轻人是否能够教导长辈一些事情 好 可以的话理由一二三 不可以的话理由一二三 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也就够清楚了 好 OK 不过呢 呃 我们在这边只好屈服于这个所谓的这个 品质比较不好的出题人 他的一个这个 呃 的一个这种这个 嗯 安排方式啊 OK 来写这个文章 嗯 OK 好 所以呢 这个大概就是呢 我针对这个题目呢 给你的一些建议啊 好 那我们待会呢 再来看你的文章咯 好 拜拜 不会想像一下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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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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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